旧的旋律 装满了回忆 盼着我 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 落在时光里的你 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 如果多年以后 那曾笑叹彻的结果 谁曾想过 真的败给了生活 至少我 曾一无反顾勇敢过 就算会落寞 就算错过一样值得 多年以后 你依然还在我身后 拥抱着我 路过窗外的烟火 挥挥手 在即将到达的路口 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 可欣呀 喝多了 阮青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照顾他 人家有老公干吗给你打电话呀 吵架了呗 编 你接着编 你不信 来 你给他打电话 来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打 是你让我打的 没想到打脸了吧 没人接 没人接 你就明天早上接着打 明天早上接着调查 行不行 这么晚了 我要睡觉了 睡什么觉不行 今天必须要把话说清楚 你要干什么呀 我干吗 你先跑出来给前男友 后冒出的小老公 你问我我要干吗 让着你脑子进水了 是不是 我真懒得跟你说话 现在连辩解都不想辩解了是吧 想冷静处理是吧 好 明天天一亮 我们就去民政局 把这个婚姻关系解除了 你说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我不跟你离婚 我等什么 等你这样偷偷长草啊 就是在家闲出病来了 典型的被害妄想症 还理直气壮了是不是 等你看完这里 还敢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到底 杨漫漫都拍下来了 你自己看看吧你 还笑 这些有图有真相 你还笑得出来 你信吗 就这照片放在网路上 你随便给人问问 谁不信呢 隐情呢 前因后果呢 你对我的信任呢 信任是需要基础的 可是你欺骗过我 我欺骗你什么了 你跟姐姐在一起多长时间 三年不是三个月 你们每天上下班一起 车里坐的只有你们两个 你要是问心有归 你为什么放口坦白呢 不然呢 不然你就是想玩火 你就是享受暧昧 你享受妥卷 你脏心烂肺你 你解释啊 又收拾东西是吧 又不我帮你啊 有能耐你解释啊 别收拾东西啊 手机别忘了 跟大叔联系不上你 离亏了吗 辞求了吗 辞求了吗 我跟你说沈明宝 自从你当了身踪以后 你整个人都膨胀了 就不知道天高地后 这个家都收不上了 你是不是没想到 到到离婚的地步 没想到吧 还有 我离了婚 我大不了一个人过 你离了婚 找到比我好的不可能 钥匙都不拿了 这是跟谁示威呢 杨征 阮青的拳头重 挨了打容易轻微脑正道 所以我现在原谅你 语无伦次胡说八道 我给你十六个小时时间冷静 明天下午 不对 是今天下午 咱们民政局见 好聚好散 不用冷静 直接民政局见 户口本呢 不拿出来 户口本我锁起来了 好事拿 坏事我不拿 人家夫妻吵架 床头吵 床尾和 你们俩倒好 一吵架就要去民政局 中间过程呢 大妈 我嫂子都出轨了 我哥哪要不离婚哪要忍着 你别急 杨漫漫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轨了 我两只眼睛我都看到了 你自己扑上去 你那么主动的 成年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哥 你看他他还要打我 妈说的对你就是个小妖精 这个家迟早被你拆散了 早知今日我当初 我绝对不会收留你的 搞清楚这也是我家 他就再不是个东西 那是我妹妹 我收留他是应该的 你少说两句吧 反正要走就是你走 行 我走 妈 您保重 别被小妖精气坏了身体 你不能走 不能走 你干吗 你干吗 你想干什么 你不能走 你不用管他 别跑 让他走 别跑 你让他走 干什么 想干什么 离婚 我追求你 就像拿着五块钱的优惠券 去买马沙拉蒂 是我自己不自量力了 你现在才发现 完了 你早晚都会离开我的吧 那不如我先离开你 你送我的东西都挺贵的 我一样都不担心 公司股权变更 你随时通知我 那我付出的真心呢 你猜我这儿付出过真心吗 你只不过把我当成一个 卖相还不错的包 想起来了 拿出去拎一拎 你从来都没觉得我会成功 连成功的概念都是你灌输给我的 你从来都不相信我 我怎么没有相信过你了 当初我爸百般阻挠 我们不也挺过来了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结了货 你反而要这样对我 陈同高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人人都不看好我们在一起 我顶了多大的压力 我好不容易帮你把公司 收拾得有模有样 我为了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 我怕别看不起你吗 是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 我是谁啊 我已经把自己给丢了 陈 陈同高 现在已经不是陈同高了 陈同高 是你养的一只小奶狗 你让我转圈我就转圈了 你让我左右就左右 你给我 你给我两块饼干 我就可以跪在地上 冲着你汪汪叫 主人啊 你对我好 是想把我训练得更好 然后 带出去给别人秀的 你就是这么看自己的 行 你要是这么介意 咱们俩就离婚 咱们俩就离婚 好 还怎么回事 咱们俩就离婚 她就离婚了 我一定要跟她一起 给我软轻的微信 明保会不会是被冤枉的呀 可是我亲妈啊 胳膊肘的别往外拐 是啊 你看他昨天晚上 啊 嗓门那么大 眼睛就瞪得老圆了 替自己辩护得振振有刺 不像做贼兴许 那可不一定吧 你别给我乱 照你这么说 这嗓门大分被高说就是实话 你还真是把 轻点 轻点 你真把你自己当测枉一气了 不是 你好好想想 真的 会不会冤枉他了 可能性很低 又是人症 又是物症呢 你闭嘴 你闭嘴 你轻点 爸 我觉得你媳妇她没时间出轨 真的 你别听那小子一面之词 还有那张不清不淑的照片 你就这么一口咬定了 万一要是真误会了呢 爸就不理事 是 我跟你说吧 你不是不相信你媳妇 你现在是不信任你自己 是真的 从你休假在家以后 你像丢了魂似的 看吧 我心里又闹得这么一出 我看你怎么是不成 我怎么想说看 你让你一个姑娘 给我玩碗了 没有 你找你站哪边 你站哪边 真是血浓于水的情人 患难见真情啊 没有 昨天晚上沈明堡跟谁在一起 我 如果沈明宝出轨了 你不能包庇她 你们男人的脑子 是不是都坏掉了 都有背叛妄想症啊 薛可欣 你是不是跟沈明宝 串过口供 我知道你想保护她 我给你放上照片 你自己看看 有图有真相 有图也不一定是真相 有图也不一定是真相 我也发张照片给你啊 软卿可是我朋友 请来演戏的 哪张是真的 哪张是真的 这两张啊 都不是真的 你看啊 这张是借位的 这张是排练的 哎 这张照片 谁拍的 能发给我吗 不能 毛病 不过你别说啊 这张照片啊 真的看不出来是借位的 哎呀 你们都有毛病 没事见什么位 还拍练 是你呀 妈 进来吧 哎 把门关上 好 来吧 好 叔叔阿姨们打牌呢 废话 这不是大牌是打球啊 妈 你看 我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 要不就让明宝出来嘛 她没来我这里 她不来您这还能去哪儿啊 我告诉你杨征 这次可不是赌气吵架这么简单了 你真是对你老婆缺乏最基本的信任 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不是我说你 我 看你妈妈那种霸气的人 怎么能生出你那么小心眼的人 说得对 说得对 冲动是魔鬼 你拿把刀子狠狠地冲了她的心窝子 不是那么好挽回的 妈 我这不都上门来求原谅了吗 您就让明宝出来跟我回去吧 给我个机会 下午去民政局 你自然就见到她 行行行 别说了 好好打呗 好打啊 好好打啊 来吧 你来 妈 那我把东西放桌子上了 妈 那 那我先走了 来 叔叔阿姨 我先走了 老头 你怎么会转过我的手 他想要不要再板上了 我个人都担心了 你怎么还要 你活那么多 你只能再做一些 你找你 我过来了 这个名言 我必须 你不在意 您好 您好 我找一下见您 请问您和简总有预约吗 没有 你就跟他说 是民保的老公找的 谢谢 要不要来 小心点 小心点 我帮你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原来是你 有何贵该 先找你聊聊 请讲 你就是我老婆的前男友 是 你们在一起多久 三年多吧 中间分开过吗 谁不是分分合合的 了解得够细的呀 那你跟我老婆 在我们结婚之后 还有暧昧关系吗 那就得看你 如何界定暧昧了 是吧 为什么要偶然死脸呢 工作需要 你女朋友跟我说 你电脑里有我老婆一张照片 我电脑里有很多人的照片 他马赛克那种 我要说没有你信吗 都是男人我就直说了 忘记前任 是对前任最大的尊重 照片该姗姗 人该拉黑就要拉黑 我不这么认 你今天必须把照片给删了 删了 删了 你怎么证明 我为什么要证明 你个流氓 是不是得打了 今天不信照片我删不住 叫保安 我已经到民政局了 你到底还来不来呀你 我跟你说 我还有两拨客户 在会议室等着我呢 你问你 二位确实考虑清楚了 想清楚了 不过呢 新的密发店有一个 关于三十天离婚冷静期的规定 我学给二位普及一下 你送我的东西还没带走呢 我送给过你什么 都是你送我的 情人节的红酒还在柜子里 还有你送我的迷你包和香蕉 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任了吧 童刚 我们俩在一起 错了 陈天人不分队 对错的 只堪利弊 冷静一下挺好的 感觉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没去就对了 去了才啥呢 你再扶个人 你让我妈就回来了 要不然 你先帮我铺垫铺垫 我怎么铺垫啊 你们仨被主我不是有个群吗 就在群里先把我妈一顿 然后你再说我生平的事 行了 那你试试 行了 明宝 我是妈 我跟你说吧 我觉得你特别辛苦 真的 我跟你说话都不好意思 你说我儿子杨真啊 你说那么大个男人啊 他太不像话了 太不会体贴人了 是吧 都是他的错 我跟你说吧 不过呢 他 他 其实他 他也挺难受的 真的 他 我他都病了 知道吗 他发烧 瘦得很高 退都退不下去 明宝 你就回来吧 你就那什么 就看着妈的面子 行不行 求求你了啊 我说的是真的 要不信我给你拍张照片 你等着啊 等着 我把药也拍一张 别动 行了 不敢了 你看一看 挺好 老婆 都怪我小的时候 没有好好补干 所以长大了以后 我才缺心眼 我罚我自己规键盘 你要是觉得规键盘不满意的话 我就去规电子秤 摄出小杨和加班小沈的爱情故事 还会更新吗 老婆 要不然 我去 给你买臭豆腐吃吧 老婆 臭豆腐得趁热吃 在现场吃 要不然这样吧 我现在就去臭豆腐店等着你 你赶紧过来 我们两个说好了啊 不见不散 老板 老板 怎么这么早打烊了 下这么大雨 该收摊了 太晚了明天再来吧 你刚才没有看见一女的过来啊 我那顾客多的是 女顾客也挺多的 就是嘴身薄薄的 淘花眼 长得还挺漂亮 没一下 老板我看你又爱在呢 要不然你再帮我炸个臭豆腐 就炸一盒的时间 再等一会儿行不行 行吧 谢谢啊 看你这么眼熟啊肯定是老顾客 好 谢谢老板 跟你说啊 还是这家臭豆腐好吃 臭味能穿十里 就你这习惯的种口味 在我之前 下早多少姑娘啊 我说啊 我就是这臭豆腐 你就是这蒜蓉辣酱 绝配 这辈子 就这么吃吧 嗯 嗯 冷不冷 嗯 来老婆你看啊 我已经到这个 臭豆腐摊了 就等你了啊 来 人给你啊 来 你的豆腐 好了 回见啊 哎哎哎哎老板老板老板 老板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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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您说实话啊 我是跟我老婆 约了在这见面 你要是把人家给撤了 我跟他这面就见不上了 你有老婆我有媳妇 我媳妇在家等着我的 哎老板 帮我忙好不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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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老板 老板 等等 大妈 这雨下得这么大 我哥还发着烧呢 你是盼着他俩和好啊 还是盼着他俩和我啊 那我当然是希望他们俩都和好了啊 就我哥这条件 找我嫂子那样的 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是你几个意思啊 什么就叫相当不错了 我告诉你吧 他俩要是散活了 你至少得负一半的责任 不管我的事了 怎么不管你的事啊 是你冤枉你嫂子吧 现在就跑来充好人 两面派 唯一空天下不落 我又被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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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还没收摊呢 我这好说歹说呀 说得我是口干舌燥 声泪俱下 老板他把这个牌子给我留下了 还饶了我一小板凳 我跟你说为了等你 我差点把这摊给攀过来 我差点没改房去卖臭豆腐 我告诉你啊 窗口期已经过了 只要这牌子还在窗口期 就永远过不了 看看这伞 婚姻就是这把伞 新人就像股价 股价要是伞了 婚姻也就伞了 一块破破能遮风挡雨吗 老婆你说完还是那么有哲理 你看 我去花店给你买的花 这花代表热爱真切 也有为爱道歉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只要爱还在婚姻指示的形式 这算是股价散了 咱也能给它接回来 夫妻之间的信任呢 薄得跟纸一样 脆得跟鸡蛋壳一样 一碰就破 你别上钢上馅啊 你还回嘴 老婆说得是 是 吵架费钱吧 我这么会过 不死 果汁来了 给嫂子的 给我的 这明晴干什么 我乖嘛 你是怕我找你算账吧 你不会的 宰相肚里能撑船 你的肚子能撑宰相 我已经把照片删了 不信你可以检查我的手机 你还果乱吗你 不果乱了 不果乱了 还挑不离间吧你 我是最支持家庭和谐的 从今以后 我就是家里的小胶水 哪里有裂缝 我就往哪里钻 行了 行了 快出去吧 给你嫂子聊两句 喳 抱抱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没看到这儿全是玫瑰花 爸有些话想跟你说 但一直都没找到机会 酸说在结婚这个事情上 最后你自说自话地 把自己给嫁掉了 但是连一场婚礼都没有 那怎么行呢 爸爸必须给你补办一场 最盛大的婚礼 到时候你看见那个湖没有 你看在水上 我会在那儿准备一艘 豪华的游艇 陈同刚跟一个教练 在飞机上跳伞 跳到这艘游艇上 跪下来向你求婚 你说好不好 不必了 可欣 当初之所以不同意 你跟陈同刚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觉得 你们俩资源包是不对等的 你们俩差距太大了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他就像一个 矛头小孩一样 你怎么能把你的终身幸福 交给这样一个人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 你是在跟我赌气 直到我看到 志瑞天杰这个月的报表 你说得没错 这个孩子很有潜质 是我看错眼了 而且他现在还年轻 对不对 他还有成长的空间 那爸爸就应该爱无极望 你今天是怎么了 当初把我结婚这种 私诚拼图的可是你啊 是 爸爸这个人就是有时候做事情 但是你要相信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再给你说一个小秘密 爸爸在法国 找专门最顶级的设计师 给你设计出的婚纱 倒是 我的女儿漂漂亮亮的 穿着世界上最华丽的婚纱 出家的那一点 你现在怎么成了好人了 晚了 我已经和他分居了 你怎么之前什么都没告诉我呀 为什么 是不是陈同刚欺负你了 是不是啊 他没欺负我 我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人人都觉得 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 到最后 我们自己也 也得相信了 你这搞这么大重量 是几个意思啊 要以三十岁高龄 你冲击奖牌啊 最近睡不好觉 想让自己的身体再累点 这样就能睡好了 你们家小陈 好几天都没来公司了 我让他出差了 女总裁亲自打理政务 小陈成了吉祥物 他还出什么差啊 我让律师重新拧了份 增发股权协议 你回头签一下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以后只有薛董 没有陈董 来吧 来了 姐 对 你好啊 请问是买房还是租房 曼曼 是我呀 请问我们认识吗 认识呀 我是华盛东方的 你哥的同事小刘 就是上次你哥误会我欺负你 把我打了一顿的小刘 你看 这个熊猫也是我 你就是那个倒霉蛋 我 我 我是为美女挨打 我心甘情愿 要不然你哥他肯定不是我对手 曼曼 你在这儿上班呀 那个咱俩加个微信呗 你下次吧 下次出去 出去一下 那我中午在这儿找你 我趁你吃饭 好 再见 再见 你很喜欢喝杨鸡干露啊 嗯 不喜欢他点啊 因为 他姓杨 你也姓杨 你俩是本家 哇 这个是我听过最好笑的 把妹台词 你拍我干嘛呀 心发我肖上全 这 这一张照得挺好看的 而且我还用了美颜 光线特别好 你 你要不要 要的话你叫我个微信 我发给你 可以啊 好嘞 我扫你 忘了好 哈哈哈 好嘞 我发給你 Blizzard 我在把它勾弱 拍赭 陈大夫 你怎么不找我来看病了 我已经好了 你肯定没好 杨章 我给你准备了一整套准备法 用最科学的方法质量和性格 我好了 吸收都没病 病人都说自己没病 那没病的人还能愣说自己有病啊 我跟我老别现在说自己有病啊 挺好的 拜拜啊 你还会来找我的 准备好了 好了 好了 看谁在上啊 好了 给我坐好 跳 互联网公司的年轻态 已经严格到容不下 三十到三十五岁的中年人了 那些求安稳的人 第一个被干扰 妈妈 你跟这个 悠心川什么时候加的威胁 今天碰到的 肯定每个朋友圈都给你点赞 这小子是不是真有意思啊 舔狗那么多 我哪知道啊 杨真啊 你这家放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领导几个意思啊 什么时候让你回去上班啊 我这是带新假期 公司白养我 喝了都不为 那你等一会儿 不老他家来歇着呀 是吧 不过刘欣川前往前给我上班了呀 你说什么 刘欣川回去上班了 你听他想要人跟我说呢呀 快动作了 好的 牛起来 你 对 对 郑哥 这休个长假 睡上几个呼人叫 这不是好事吗 我前两天假期全都没休 全白费了 我都快羡慕思念了 我思念行不行 我休假超过三天 我心里就发毛行不行 更何况现在产品大规模照回 这个结果有点伤 谁能踏实 是是是是 郑哥 你是怕 点毛的时候不在场 怕背上这口黑锅 你是个单身男人 你不懂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 中流砥柱 有两件事情不能出问题 第一 是身体 第二 就是工作 这 这嫂子也是女强人啊 你 你嫂子她是外强中干 郑哥 我一个小员工 食物链最底端的小生物 我怎么可能知道 高层的人士安排呢 对 就没有什么小风 往你耳朵里吹啊 这还真没有 不过你可以问问吴总啊 他跟你不是球友吗 我肯定也会帮你好好打听一下 郑哥 帅哥 那个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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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没有男朋友啊 你小点干吗 不是不是 我是还记着 你跟我说过的话呢 我说什么了 你说让我对曼曼负责 我说过吗 没有吧 回来 回来 我认识你 徐霞姐好 通知所有中高层 马上开会 好的 沈总是智瑞天洁的 神经中枢 而我是公司的大脑 从今以后 所有人向沈总汇报 沈总向我汇报 有问题吗 有问题 好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议程 好 好 这生活 踏着风雪飘零 有花在岁月的潮汐 我们跑丢了自己 我们抛散了爱情 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 还好有那取暖的回忆 我们活蹦乱跳在哪里 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哪里 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 我们又来又去 心却在哪里 我们相互温暖 在心底 像同一棵树 也自共度这风雨 无畏天蓝地北的分离 因为又来又去 心还在一起 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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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